不斷跟大家提醒 行情還沒走完 股市會繼續漲下去 相信很多投資朋友還是在觀望 猶豫 甚至還有人在看空 今天大盤又漲了175點 我們的高利漲停 昨天介紹的軍工概念股 合成薄一也在一根的漲停板 另外我們分享 昨天分享可以低階布局的車用 記憶體相關的類股 今天也表現得不錯 親愛的投資朋友 如果你再不跟上的話 真的會錯失這一波大賺的好機會 排名上還有什麼股票值得你留意的 今天節目你一定要看完 歡迎加入我的相關媒體頻道 加入之後記得要按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喔 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航海王 那其實行情看起來就是一直向上漲 其實我認為你在解釋說他為什麼會向上漲 還有意義嗎 完全沒有意義 現在看起來不要說看起來 他就是要持續向上漲了 現在重點是 在這一波向上漲的過程當中 你還沒有跟上你還有哪些股票可以去買 你已經錯過太多 你已經錯過2000點了 難道你還要再錯過未來的2000點嗎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其實從台股在最低點的時候 10月26號 那時候已經很多分析師在跟你看空了 那我們呢 我們就跟大家分享說 國際股市都在漲 憑什麼台灣會一直往下跌 這是不可能的 而且那時候大家會說 什麼地緣政治啊什麼 那我們大家都身在台灣 難道你覺得中國真的會馬上打過來嗎 我那時候就跟大家分享 我說如果真的要打過來啊 那個時候佩洛西來台灣 把台灣圍起來的時候 趕快就是插槍著火一下就打過來了 結果那個時候沒有打 你現在要再回頭打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那個時候打下去 那就不會被他們那些小粉紅笑了嗎 因為那時候不是說 那些小粉紅就說 本來以為會打起來結果沒打 結果呢對不對 那時候大家就講地緣政治 地緣政治 那我就跟大家講 地緣政治都是自己講的 現在重點是你要買什麼股票 你看我們這一波上來啊 我們一直在驗證 我們的股票其實都一直在向上漲 你看一下今天 在10月28號的時候啊 我那時候跟大家分享說 保暖相關類股 因為現在歐洲慢慢冷起來了 歐洲慢慢冷起來的話 保暖相關的類股 你就可以去留意 那時候我跟他講 巨洋高麗光榮跟遠東興 對不對 巨洋高麗光榮跟遠東興 這其中有一檔我是一直在提的 而且呢我在之前的東興 這不是新聞的時候 也持續跟大家分享這幾檔股票 那這幾檔股票裡頭呢 只有一檔我是不斷跟大家分享 它叫做高麗 好所以呢高麗你看一下 高麗今天是不是有一根漲停板 這就是強勢股的象徵嘛 一根漲停板 那你一定會問我說 老師 你不是說你出掉了嗎 你那天在11月21號的時候呢 你不是說你153塊全數獲利了結了嗎 你為什麼現在又在提 你難道又在空口說白話 各位投資朋友 其實啊 操作跟看法 其實還是有點差距 所以我們一直跟大家強調 我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除了我們是用武力 就是融合了總計面 基本面技術面 消息面 幫大家面面俱到的一個投資方式之外 我們還更強調的是實戰 也就是說呢 我們在高檔進場的話呢 他在短線上來講 沒有辦法呢 持續的向上漲 你看這幾天是不是都上一線上一線 而且撐了好幾天啊 撐了好幾天 他都沒有辦法向上創新高 這時候呢 我們就要非常小心 因為我們會擔心他如果出現一個修正 那我寧可先出場 那如果他不修正 他要再漲上去 那其實資金還在我們手上 我們再買回來就好了 所以呢 其實我們今天做了一個高難度的操作 也就是說 我們在11月21號的時候呢 我們賣掉了獲利了結 這今天呢我看到不對勁 如果說這張股票真的要出現修正 他不會一而再再而三的創新高 所以我們今天呢又把什麼 又把高利給追回來 來看到今天 來今天呢我們把所有的高利 今天高利159塊 市價買回今天全部買回 那價差五六塊 價差多少 我們是153出掉的嘛 對不對 價差差六塊 這六塊的價差又如何 如果後續他漲了兩根漲停板 我們是不是避免掉這些風險 然後呢漲上去 我們還是追回來 我們還是賺了 這就是一個操作的一個實戰技巧 你看我們今天一進場就漲停 漂亮不漂亮漂亮吧 這就是真正實戰啊 跟很多老師啊 是在跟你講講講講 最大的差距啊 我們的實戰就是你看一下 我們會 如果你不要看今天的創造 你看如果說我們來看大盤的 就是直接看高利的線型的話 來8996 來高利你不要看今天的話 你不覺得啊 你這樣看起來的話 他是不是有可能會向下修正 因為怎麼樣創新高他就是要下來 KD指標呢 又從高檔開始要往下 所以呢我們為了避免我們的 就是會員朋友承受到風險 所以我們先出場 那出場之後呢 今天開高 我們就把他追回來 我們說到做到 這就是我講的 當你看到啊 你在操作的時候 你看到前面有車要撞過來的話 難道你要繼續跟他 被他撞過去嗎 難道你認為那個車子一定會 閃過你而過嗎 不會 那不如我們先閃嘛 那如果我們先閃完以後 你會發現車子沒有撞過來 我們是不是可以再回來 到原來的跑道上繼續跑 這就是實戰操作的技巧 你看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一進場 來今天 今天是不是 來159塊市價 159塊買得到 而且這邊下跌 買得到 就繼續向上 就漲停板了 今天就是現買現漲停 另外呢 軍工概念股 最近也是大家都在談的 軍工概念股我們在 我們在多久之前就跟大家分享 我們上個星期就跟大家分享 軍工概念股有沒有 11月16號 11月16號就跟大家分享了 那時候跟大家講雷虎雷虎雷虎 後來這幾天不是每一個人 都在跟講雷虎雷虎雷虎 那我們早就已經講完了 你看他就一路的向上 創新高 一路的創新高 再來我們這幾天 有跟大家分享的合成 也是一樣三根漲停板 寶一 兩根漲停板 再來 昨天啊 很多人都在想說 要不要追高 要不要追高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大盤一直向上漲 對不對 大漲的不敢追 低的 又不敢買 所以我們就跟大家講 低的有哪些你可以去注意的 我們昨天跟大家講 大家都不想要車用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一個觀念 你要領先市場提前布局 所以呢大家都看衰車用 我就偏偏買給你看 車用砍單槽 是不是利空 利空不跌 那不是後續有機會繼續向上漲嗎 而且我昨天也跟大家解釋過 車用晶片要砍單 那你看到實體的需求減少了嗎 沒有 你去訂車看看 大家可以去訂個車 現在訂車啊 根本就訂不到啊 你看車用砍單 我昨天跟大家講看 現在你要買保時捷 你還不能只買一台 你要買高階的保時捷 你要買兩台啊 一台高檔 一台中規 他才賣給你 你說車用需求減少了嗎 車用需求還是很多 所以昨天我跟大家提的 相關車用類股 第一的 台達電 對不對 台達電持續創新高 立凱 雖然說沒有大漲 但是他也沒有跌 這是不是適合慢慢布局 當然什麼時候布局 會比較好 還是跟我們操作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要把我們最好的訊息 最準確的一些價位 都是跟我們的會員朋友分享 那當然我不會忘記粉絲朋友 我們有比較好的機會 也會不定期的跟我們的粉絲朋友做分享 來你看一下 今天的儀利店也是向上漲啊 今天的核大也是向上漲啊 是不是第一位節 讓你買得很安心 對吧 好所以我們相關媒體頻道 如果你還沒加入 這些都在我們的頻道上 都有跟大家分享 還沒加入的趕快加入吧 打開你的手機相機掃描 這兩個QR Code 就可以分別加入我的LINE 跟Youtube的頻道 如果你想用關鍵字的方式搜尋的話 請打小鼠GD1788 小鼠GD1788 就可以直接加我的LINE 那有任何問題呢 也可以在我的LINE上面 做個就是分享或討論 另外Youtube的頻道部分呢 記得啊看到之後 幫我要訂閱按讚 並開啟小鈴鐺 像我們真的實實在在在 在跟你分析的老師真的不多了 好那大盤的部分 其實我們這一波 已經是非常的準確了 這一波我們幫大家畫了區間之後 我們說這一根是突破 突破之後呢 他就一路向上 我也畫線給大家看 對吧 畫線 從突破之後我就畫一條線 下修再上 有沒有我只畫兩波 沒有跟你這樣扎扎扎扎扎上去 我就是兩波 那果然呢你看一下 大盤是不是也是走兩波 上去下來 然後呢就直直的上去 上去下來 然後就直直的上去 完全如同我們預料 那現在又是一個新的區間 這個區間看起來 他就是要突破 現在台股是不是一路向上攀升 所以你還需要解盤嗎 你現在不需要的解盤 大盤就已經偏多了 根本就沒什麼好講的 現在大盤就是會持續穩定的向上 我本來還在想 12月13號跟12月15號 分別會有美國的CPI的公佈 就是通膨數據的公佈 還有呢 美國的那個FED的利率會議要公佈 我本來認為市場會在這之前 應該會稍微震盪一下 結果沒想到 大盤比我想像中的更強 所以你不用再觀望了 現在的盤你不用解釋 太多的解釋都無意義 現在盤就是偏多 而且你如果真的要解釋的話 你要在最低點大家在最悲觀的時候 到底會不會繼續往下跌 而且才需要我們來跟大家解釋 現在大盤你去隔壁問一下 你去問一下小孩 你去問一下各個親戚朋友 現在的是上漲還是下跌 是上漲 這不用解了 沒什麼好解的 這就是一個多頭 而且早上我也跟大家講 你看這個道琼的指數 是持續向上攀升 而且量縮代表籌碼穩定 為什麼量縮代表籌碼穩定 很多老派的分析師都會跟你講 長起來沒有量 不行喔 長不上去 我反而跟大家分享 其實沒有量 為什麼 因為沒有量上漲 代表散戶還沒有進來 現在趕進場 還把指數能拉起來的 一定都是大戶 你不要懷疑絕對都是法人 包含台股為什麼今天也繼續向上 你會發現今天的台股繼續向上 散戶回來了嗎 如果你從融資融券的餘額來看 融資的餘額在這一波 台股漲超過2000點 融資餘額完全沒有增加 甚至是往下減少的 融券的餘額還是增加的 你說散戶回來了嗎 散戶還沒回來 既然散戶還沒回來 散戶其實現在還在觀望 當他一直在向上漲 做空的會被軋空 做多的會忍不住進場 那行情就還沒到高峰 再加上年底有什麼 法人作帳 集團作帳 因為年底要公布財報 12月31號財報截止日 在這截止日之前 大家要把財報做得漂亮一點 財報做得漂亮一點 所以很多子公司 會互相買來買去的 所以你就看到 外資一直在買 一直在買 你不用觀望了 這一波在最低點的時候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在最低點的時候 是哪一個老師在跟你分享說 不用擔心了 10月25號 10月25號有多悲觀 我們來再看一次 10月25號 台股有多麼的悲觀 在這一根 10月25號 你如果說你拉回來 你回到過去 你看一下 你坐上時光機 你回到過去 你看這一波一路向下跌 一路向下跌 到10月25號 還在破新低 你不覺得這就有可能會持續的往下跌 甚至有人在跟你講萬一劍 不要有萬一 沒有萬一 我就一直跟大家講 沒有萬一 你看 我們在10月25號跟大家講 沒有1000個傷心的理由 只有堅強的理由 不偏不移 持續看多 隔一天也沒多好 我跟大家講 我知道大家還是很悲觀 所以我給大家一個最底的限度 我說至少會上看月線 結果呢 完全如同我們意料 從這邊開始呢 就一路向上 一路向上 破月線 破月線之後呢 一路向上漲漲不停 一路漲漲不停 一路漲漲不停 漲到今天 14784點 你還懷疑 你越是懷疑 他越會漲 我知道還是很多投資朋友 現在還在想說 要等第二隻腳 我告訴大家 以我的經驗 我過去操作多年 將近20年的經驗 告訴大家 你越想要第二隻腳 他不會有第二隻腳 你越想要震盪回檔再買 你越想要等到KD20再買 他不會給你機會的 因為你看到現在 美股還在創新高 美股還在創新高 科技類股也漲起來了 原油價格在往下跌了 通膨受到控制了 所以股市反映的是未來 這一波多頭就是會向上 那其實我們也不用講那麼多 很多人 很多老師都在跟你講 解盤解的很厲害 那要怎麼樣 其實我們解的 好啦 我們都實戰跟大家分享 你看一下 我們不用跟大家解盤 我們呢 直接實戰給大家看 我們的期貨 如果你大盤很厲害 那你直接做期貨給我看啊 對不對 那邊解釋半天有什麼用 你直接 直接跟我講怎麼做 台指 台指跟加權股價指數 不是一樣的嗎 你看一下我們是幾連勝 第一勝5點 第二勝25點 第三 我跟大家講有的時候啊 大家都說 你一直都是贏是不可能的 我們也承認我們有輸 但是我們輸了會賺回來 來第三勝 第三勝我們就賺了2235點 來怎麼樣 我們這一波做個波段 一次就向上 賺了2235點 這也不用我多說了 再來第四勝是不是20點 第五勝是不是55點 第六勝是不是60點 第七勝5點 第八勝60點 第九勝10點 第十勝15點 第十一勝 不好意思還沒出完 今天 第十一勝 第十一勝呢 我們今天呢 進場之後呢 還抱著 多單還抱著 14665 現在是不是147多了 是不是 147多 也就是說我今天啊 又賺了100多點了 沒有錯吧 我們就實戰給大家看 我們呢 對盤勢是有多麼的敏銳 再來呢那幾天呢 在最悲觀的時候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在最悲觀的時候呢 我們呢 還是跟大家持續的分享說 我是看多的 所以我們還是有跟大家分享股票 你看一下 我們在那一天呢 11月10號 CPI公佈之前 我說CPI公佈之後就會大漲 果然CPI公佈啊 是大漲的 那那天我跟大家分享什麼 你看很多股票都漲到現在 比如說呢 西智財相關類股 我們一直跟大家講 中美貿易競爭 中美貿易競爭 我們跟大家講的是什麼 聯發科 金星科 四星跟創意還有力旺 對吧 你看一下到今天為止 自己當股票 是不是都還在漲 創意 對不對 在漲嗎 漲5% 力旺 對不對 N31 N31雖然說很少提啊 但是我不會特別說 你看我之前跟你講N31 但是它是同一個類股族群 那其實我們主力跟大家講的是什麼 四星 四星的部分今天也是漲了快要半根漲停板 是不是一路向上 再來呢 金星科也是我們持續跟大家分享的 因為金星科是做Risk Fight的 我們之前又跟大家講過 你看今天又再漲一根 幾% 7.79% 是不是一路向上 從350塊一路漲到583塊 你看你又錯過了 那錯過怎麼辦呢 盤面上還有什麼股票值得大家留意的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繼續跟大家分享 投資握力放眼未來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融合總金面 基本面 技術面面面俱到的投資方式 掌握股價關鍵買賣點 歡迎加入我的相關媒體頻道 加入之後記得要按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喔 好我們跟別人哪裡不一樣 我們為什麼那麼準確 因為我們都是用無益權股法 也就是涵蓋了總金面 基本面技術面 產業面消息面 幫大家面面俱到層層把關 挑選出最機優的股票 來給大家分享 但是我跟大家講一個重點 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我最近跟大家分享的 你一定要領先市場 你要提前布局 什麼意思 你如果說在市場都看好的時候 你才進場去追 你會有點來不及 或者是你如果要追 我認為你的操作策略要更好 什麼意思 就像我們操作高利一樣 漲不上去快出 如果他真的漲不上去 快出的話 我們出了以後 結果他沒有修正 他又要繼續向上漲 我們還敢追回來 對吧 你能做得到嗎 做不到就跟我們一起嘛 對不對 跟我們一起操作 不是最方便嗎 來什麼叫做領先市場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過 你看 當大家都不看好台積電 11月11號 當大家都不看好台積電 台積電在最衰的時候 有沒有一路向下只有300多塊 370塊最低點的那一天 我們都跟大家分享 我是看好他的 有幾個老師能擺明的這樣跟你說 那個時候已經多少人在跟你講 有多少你看六大風險報紙都跟你講 結果就從370元呢 一路向上漲了超過30% 今天呢已經496了 今天496了 我看再過幾天啊 明天啊跟下個星期啊 可能就會突破500塊了 現在大盤持續的向上 那你看從悲觀 從悲觀呢 你要先做到 從悲觀的時候大家都不想買 這叫做領先市場 你提前在這個時候佈局 佈局完之後呢 當市場都回來了 那你看是不是一堆人都在看好了 對吧 所以我說現在很多人都是啊 就是在井上添花 對不對 要不然就是落井下石啊 真的雪中送炭的老師有幾個 你看雪中送炭 雪中送炭 大家都不看好 我就跟大家講說 我看好台積電 對吧 是不是 好 所以呢在工具機也一樣啊 工具機的話 你看那時候放無心獎 我那時候跟大家講 龍澤科上癮雅德克 我還特別跟大家分享 我說我最看好 我最喜歡的是龍澤科 27.5 因為他量太小 只適合就是有一些清代會員啊 可以待進 因為真的不夠大 量能不夠多啊 只有少數的會員可以進場 所以你看龍澤科 是不是一路向上 從27.5一路漲到32塊 那現在呢 也很多人看好了 工具機前進日本 訂單滿手 再來呢 精銳 我們也是領先市場 現在還很多人在講精銳啦 我們不用再跟你吵了啦 你要講你去講啦 漲那麼多我們早就獲利了結了啦 你看9月26號 我還寫一個B咧 那個時候才多少 那時候才138 來我們來看一下 精銳 精銳即使跌到今天還是175 那時候你隨便買138 你偏偏要到後來去跟人家追在180 199 那我奈你何 對不對 那我也沒辦法 好那你會跟我講說 老師 這些 你可能都講好多次了 還有沒有其他的啊 那台達電 你看台達電 我們也是講很久了 10月26號 10月26號 就跟大家講台達電 後續看好 你偏偏要現在 現在你看那時候好買 很好買 震盪的時候你不買 你偏偏要現在呢 2308你看 你偏偏要現在去跟人家擠 去跟人家追高 那為什麼不在這邊的時候呢 你經常去買 現在已經享受一片好山好水了呢 為什麼 為什麼你總是喜歡去追高 你不低檔布局 又或者是啊 我們在什麼時候 我們在什麼時候 你看我們在10月26號 就跟大家講 宅板三雄 南電星星景碩 南電星星景碩 10月26號 你看10月26號 那個時候的星星 120 120 沒有錯吧 來看一下 120 10月26號 你看你一直在驗證我 我一直驗證 我一直驗證給你看 我一直賺給你看 來 3037的星星 3037的星星 10月26號在哪 120 在這附近 現在是多少 157 已經漲到飛天了 對吧 你有沒有 已經漲到飛天了 那我們最近也一直跟大家講 這個缺口 你要留意這個缺口 這個缺口 這個缺口 這個缺口守住了 要怎麼樣 答案很清楚 長榮 陽明 萬海 也是在10月26號 我們那時候持續跟大家講 你如果手上有這張股票 千萬不要出啊 你出了你真的會後悔莫及啊 因為我知道 去年在航運大好的時候 很多人都買 買了長榮陽明萬海 甚至散裝航運也都有 所以我那時候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手上有相關的類股的話 不要出啊 你真的出你會出在阿呆股 你看到今天的長榮 長榮161 今天漲得快要半根 那你可能在這附近已經出掉了 因為你最近又看到什麼消息 貨運包加一直要往下跌 已經跌破成本價 跌破成本價 你還會想到 哇完了 未來送一趟賠一趟 送一趟賠一趟 航運那股美舊了 我不是一直跟大家分享嗎 利空不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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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三次喔 念三次 利空不跌 你看那時候多低 那時候139 現在呢 161 你不要跟我講你出在139 你不要跟我講說你出在130 你真的對不起我 所以你看長榮 陽明 萬海 全部都長起來了 在我們最近跟大家分享的 比如說像這個保齡附警 也是一樣持續的向上 130 130 我們那時候在震盪130的時候 跟大家分享 沒有人鳥我 還有粉絲朋友 在那個網站上面跟我講說 是真的嗎 不要再講了 他一直不會往下跌 這我不知道賠多少了 結果你看是不是一路向上 漲停 創新高 震盪我們昨天還跟大家講 不用擔心 對吧 今天 今天收黑一下其實也還好 對不對 還是在高檔震盪 那關鍵 在下個星期二 下個星期二 保齡附警了 你就要有所抉擇 那昨天呢我知道 我昨天跟大家分享說 你看昨天 我知道很多人啊 高的不敢買 那低的又怕跌 那有哪些可以股票可以買 然後呢可以買的安心的 我昨天在跟大家講 記憶體啊 沒有人在跟我 老師沒有人在談記憶體啊 好不好 就是沒有人要談 我才要談嘛 我們不是說好了 要領先市場提前佈局嗎 所以當昨天大家在看衰車用的時候 我偏偏就帶我的會員朋友 進場買車用 大家在看衰了 那個記憶體的時候呢 我們就 帶我們的會員朋友 買記憶體 所以我們昨天也跟大家分享了 記憶體相關的類股 記憶體相關的類股 有哪一些 大家可以看一下 南亞科 群聯 花幫店 玉創 威鋼 今天有很差嗎 來再看一次 南亞科我昨天就跟他講了 南亞科你看他 如果說他真的要往下跌 他不會一直收紅 一直收紅 一直想要往上游 這好像 講公看著魚有沒有 往上密游一樣 他如果真的要往下跌的話 他不會往上 所以南亞科這麼牛的股票 他都會向上 所以整個記憶體類股族群 還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那只是 他動的不會那麼快 那我只是一個假設說 如果你想要長期慢慢的佈局 記憶體相關的類股 是你可以留意的 當然你可以去注意那種波動 比較能大漲的 那就好像 我一直跟大家講 那個大部分的人 都是井上天花 要不然就是落井下石 像我這種雪中送炭的 真的很少了 來我們再看一下群聯的部分 群聯前一陣子大漲 你看多少老師在這一波段的時候 跟大家分享說 你看我跟大家講群聯了 群聯都漲上去了 那最近你看這一根上癮線之後 他們又Q掉了 他們又Q掉了 為什麼不談 我告訴大家 因為沒有漲 所以他不跟你談 那我今天我昨天也跟你談 我說群聯啊 他滿有機會再進去向上 對吧 我告訴大家 投資一定要領先市場提前布局 我今天講在這邊 下個星期 記憶體大漲起來 群聯漲破350 你一定會看到很多老師在跟你講 你看我跟你講群聯 什麼什麼什麼 真的有講嗎 沒有 好 所以呢你看一下 我們一定要領先市場提前布局 群聯是值得留意的 華邦店 缺口 守住了吧 再來 玉創 今天是不是大漲啊 對吧 威剛表現也很強 這幾檔類股當中 我們有帶會員朋友進場一漲 而且今天是漲的 我說到做到 我絕對不會買別的 這樣提示很明顯了吧 我說過我都會給我會員朋友 最好的 最好的我們都會留給我們的會員朋友 你看一下 中華英雄 華金 是不是給我們的會員朋友進場的 對不對我們從最低點 17.5不到 然後一路一路看他漲 漲停 漲停 再漲一根漲停 然後呢 四根漲停板之後震盪 他震盪之後呢 他還能續創新高喔 你看一下震盪之後 是不是續創新高漲停 然後呢 持續的再創新高 那雖然說這幾天 看起來是有點丟多 那我認為啊 短先生長得比較多了 要是我下星級 看到他沒有漲 我們還是建議大家 可以站在什麼 站在賣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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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就是我跟大家講的 最好的呢 我會留給我們的會員朋友 所以我們之前都有帶我們的會員朋友進場 我之前跟大家講過了 那再來呢 那旁邊上還有什麼 包含呢 比如說我認為啊 今天有很多股票是在 比如說用記憶體跟車用 大家是可以去低階的 那如果你想要 服用快效藥 什麼快效藥 就是像我們的高利一樣 就是一進場呢 就漲停板 對不對 我們今天高利 是不是一進場 來我們看一下今天 今天高利 159市價買進 今天 對不對 所有會員進場 159 有沒有 進場之後 是不是就一根漲停 漂亮嗎 漂亮 如果你想要這種啊 一進場 就馬上有效果的 特效藥 我們前天有跟大家分享一檔 前天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檔 可能大家都沒有注意到 我說這一檔股票 我們那一天有佈局 前天 11月22號 11月22號 這一天我們有分享佈局 這一檔股票 也確實有進場 我保證有進場 這檔股票呢 今天又續創新高了 他準備要噴上去了 他的線型 長得跟高利非常的像 我認為明天啊 還是一個最後的進場機會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短線 你想要短線上馬上有效的 這一檔師兄必勝 值得你留意 值得你進場 想要跟我們一起進場 還或者是 你想要佈局一些比較 慢慢起漲 底部你可以買的安心 抱著芳心的股票 跟我們一起領先市場 提前佈局 買在低點 你才能贏在高點 如果你錯過華金五根漲停板 高利合成保育的漲停 千萬要記住 趕快跟我們趁現在 台股才更正要起漲的時候 跟我們一起領先市場 提前佈局 買在低點 你才能贏在高點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的行列 可以透過下面的電話 或透過我們旁邊這個LINE 來直接跟我們聯繫 今天的節目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投資握力放眼未來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 融合總金面 基本面 技術面面面俱到的投資放置 掌握股價關鍵買賣點 歡迎加入我的相關媒體頻道 加入之後記得要按讚 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喔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